我覺得我的人生導師 一個是應該是我水瓶座的一個女生 對 你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 高中同學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外公 但好像是雙子座吧 外公是雙子 都是風向 就是我覺得我外公是人生導師 我覺得他教會我什麼是愛 就是有的時候我覺得我們這個工作 常常會碰到很多 阿里阿渣 阿里阿渣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會只關心你說 你賺多少錢 你有不有名 紅不紅 然後很多事情 可是他永遠就是只會告訴你說 你衣服要穿暖 然後你不要感冒 你有沒有吃飽 然後有時候抱我的時候就說 哎呀你看你都是骨頭 然後叫婆婆 因為他現在不方便嘛 然後他就會叫婆婆去買什麼東西 給我煮一煮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是在一個很有能量的愛 愛能量的環境中長大 而且踏實的平凡 而且很樸素的愛 對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很難的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體會到這份平凡跟樸素 我覺得當你遇上華麗跟很絢爛的生活的時候 你就飄起來 你會飄起來 可是當回歸家庭的時候 回到家裡看到他們 你會知道這個才是真正的東西 實在的實質的 可以心靈飽滿的 雙子男一旦進入家庭 是真的非常非常捍衛他的家族 真的啊 對 然後水瓶座呢 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的朋友他是 時不時 他不是那種每天會跟我發表一些什麼 我覺得你應該怎麼做 他就是有的時候如果真的心情很差 然後我們可能 半年見一次面 但是我們是非常 真的非常要好的朋友 然後有時候去他家 因為他生了三個小孩 有時候去他家 他小孩睡覺的時候 他就會開導我 其實什麼話都不用講 他就會跟我講說 你跟我不一樣 我這種水瓶座 他就說我這種水瓶座的人喔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都做好朋友 但是我分得出來 哪一些人是可以講真心話 哪一些人是不行 他說可是你 你做不到 他說你不要把所有人都當朋友 就是你不要就是 好像覺得大家都能講心事 他說所以你不是我 你要認清這一點 然後我就覺得 太好了 對然後我就 喔 然後有的時候如果做了一些事情 我跟他講他就會說 我覺得你長大了 就是要被自己的朋友講說 長大了 對 我就趁這個機會來講一下星座 因為製作單位希望我講說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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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斜前方的那個星座我們可能 只是會余光瞄到 可是正面就是你會一直看一直看 好像觀眾看螢幕一樣 看得很全面 就看得很全面 就看得很清楚 所以韋寧應該可以也看到 晨晨哥就是另外一面 然後晨晨哥也能看到韋寧 獅子座的另外一面 就是這是獅子跟水瓶的關係 所以他的朋友就會說 你跟我不一樣 所以你要怎樣 我 我是怎樣 然後你卻做不到 你應該如何 所以這兩個星座 就是對公的兩個星座是可以 互相當對照組 所以有一種相似又相異的特質 蠻好的 所以你也可以找一個水瓶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兩個現在可以把晨哥看透 我們要找誰 我們兩個天蠍座 找金牛座